老實說 記得現在所在位置 就是在花蓮 這個修古蘭系的出海口 可以看到附近的民眾 為了要及早做防台措施 是把家裡的門窗 全部都用木板給釘起來 有避免這個家裡的門窗 遭到強風浩雨來損壞 大哥 目前你現在 做的工作是什麼 暫時把玻璃 暫時不要害怕 東西通到 玻璃是安全的 不要東西 意思說把玻璃保護 用木板保護玻璃就對了 對 謝謝 可以聽到附近民眾表示說 由於花蓮秀古蘭系的出海口 每次遇到颱風的時候 都會有相當強勁的強風浩雨 因此是要用這個木板 將家中的門窗給固定起來 不過由於這個暴風圈 其實這個氣象局預估 在傍晚5點半的時候 就已經出入到這個颱風的 就是台灣的陸地 因此這個入夜之後 帶來的強風浩雨的雨勢 也會更加的明顯 那在這個台東大五香跟 包括他的愛國普村的 部分的地區 像這個國軍也都已經進駐 協助居民做預防性的 撤離的動作 另外氣象局在這個沿海 台東花蓮沿海側道的 這個陣風也有大概七八級 目前在台東花蓮部分 也開始下起間歇性的雨色 因此提醒民眾入夜之後 可能會有相當強勁的 強風跟豪雨 也提醒民眾一定要注意 做好防災措施 以上是目前從正義請請主播 打開